还是发生在台中市的就是台中最近出现了一群年纪只有14 15岁的中错生 他们因为不爱念书而且又流连网咖 没有钱的时候就四处的向人恐吓勒索 有不少的被害人年纪都比他们还要来的大 而且也被他们是吓得乖乖给钱 有的人就受不了这群的小男生他们长期的恐吓 所以就报警求助警方来跟我们的独家报道 一名男子坐在网咖里打电脑打得正起劲 没想到突然冲击的几名小男生团团将他包围 监视器画面拍下这些小男生的恶行恶状 先是有人抢了男子的包包 接着发动包围攻势 把男子团团围住之后 然后进行言语恐吓 最后男子敌不过众人的威胁 只好乖乖的掏出皮包给钱 这群人勒索得逞之后 在网咖门口聚集非常嚣张 本来好像说大概两千吧 然后他们就约出来 然后他献给他们一千 他们平均年纪都只有十四十五岁 因为不爱念书流连网咖 没钱就专找乖乖排的学生下手 被害人不止一个 他们被吓坏了 如果没有服从给钱 还会挨打 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子吧 可能你有时候会受到网路一些 游戏的影响吧 你认为一群人的话就 胆子就比较大吧 有很多人受不了长期被恐吓 只好报警求助援警 中错生小小年纪 却逞凶逗肯欺负年纪 比他们大很多的民众 网咖监视器拍摄的画面 成了犯案的证据 把他们统统送进警局里 被害人也不用再担心害怕 会有人在找上门勒索 周年新闻黄梦珍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